由于先前各国搜救人员陆续有发现到海上的一些飘浮油飘浮物等等 那么多数经验证实这些都不是失联客机所有 那么之前也传出说海上曾经有发现疑似机门跟尾翼 也都被马国民航局总监给否认了 马来西亚民航首长直称说这真的是史无前例的谜团 到底现在整座飞机在哪里还是有带大家进一步的来搜寻了